是的,这里是泉州 这里是诸神凡间办事处 也是人间烟火聚集地 生活在这里的我们 惬意有幸福 我是金颖 我想把泉州讲给你听 我觉得生意成功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泉州的宝藏藏不住了 有这个静态的示意点 也有佛态的非宜文化传承 所以主打的就是一个双重体验 泉州已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这一点就转变非常大 首先这样的一个屋顶 我们从佛教诗言来看 两层屋 我在19年的时候 参加了古城讲解园的培训 那后来就先后有进行多次的 双语的接待讲解 公益讲解等等 对我会发现通过 就是一届又一届 古城讲解园的培训 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地人 乃至新泉州人 参与到这个队伍当中 现在连我们的小白司机 他都能够很乐意的 来跟这个乘客来分享 这一天你可以逛逛 我们的各种宗教教派的寺庙 或者我们也有那些省集 国家集的一些博物馆 然后可以去找一些走一走 那大部分人会选哪一条 多一点 一般都会选去寺庙 寺庙多一点 我透过文庙 我看到的是泉州千年文脉 透过这个寻仆旅的 这个簪花围 我能看到的其实是当年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繁盛的海洋贸易 大家就能够通过我们身边 很平常的这些 一些细节 就开始发现了更多的亮点 所以就会点燃我们对自己 家乡的一个认同和自豪感 城因人而新 人因城而融 那我们大家这座城 这些人心连心都凝聚在一起 是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自从印章这个栏目 想要就是召集英语主播的时候 我就很积极参与了 很希望自己能够通过 自己的这个英语的口语 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文化 很好的传播出去 在城市里有兴趣 Hello everyone This is Janice Lin 我是林欣宜 Today I'm right here at 城州 Here is 开源 temple 我跟赤同意战的小伙伴们 就是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思考 怎么把中文的内容 转化成更流利的 流畅的英文口语 然后让它表达的更加地道和清楚 还有就是怎么去找角度 引起他们的一些兴趣 然后会来这里探寻 这个地方到底曾经当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它会成为现在的泉州 通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更多的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从古城讲解园到QICC海思泉州推荐官 从再世一点接待八方来客 到走出国门推荐泉州 我想把最好的泉州讲给你听 是的 这里是泉州 我爱的泉州 我爱的泉州 请不吝点赞州